我問過台南市很多我們第一線派出所 你們大概多久接受一次射擊訓練 最久的有跟我說一記 沒用啦 請問太多啦 委員會 我們很多委員都要來關心 有警戒條例的修正 開始關心到警察的一個教育訓練 部長剛剛一直強調 我們警察有一個模擬實境的那個訓練 對 歡迎委員來 這一套設備當然是非常先進 像這樣的模擬情境 全國只有13套 只有13個縣市有 也就是將近一半的縣市 並沒有這一套設備 每年要選擇兩套 警政署要增加 買給高雄是按桃園市 但是他並沒有編在年度的預算裡面 可能又要用第二預備金來付 那你之前的13套 2019年你先買10套 那時候你怎麼用第二預備金付 我是覺得如果政府 內政部表達對警察教育訓練的重視 你應該要用變在年度的正常預算 這個建議我們要再來行政儀請出 我們要再繼續做 部長 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如果要最好的設備 就是要讓我們的警察同仁可以來接受訓練 那警察同仁接受訓練 有沒有標準 我們警政署有一個叫做警察常言訓練辦法 他按照規定 第一線的警察同仁 應該每一個月一次八小時 那署長也在這裡 我們的員警現況 有每個月接受這個辦法裡面規定的設計訓練嗎 我們的規定都是這樣子一個規定 那有些有些可能情務上哪個牌子 會影響到 你做事長你也知道嘛 所以剛剛有很多的立委同仁 他關心的就是警察情務太繁重 我今天要來質詢之前 我問過台南市很多我們第一線派出所 你們大概多久接受一次設計訓練 最久的有跟我說一記 那不可以啦 情務太多啦 黨員哪有可能還要擺一張給你去設計 所以你如果像這樣的一個訓練頻率 你給他載好的設備 都沒什麼用 那我當時既然規定一個月一次八小時 就是要維持一個熟悉度嘛 一個熟悉感嘛 對不對 而且何況設計訓練 如果你連最基本的訓練都做不到 那怎麼辦 有沒有辦法 還是一定要做到 我現在建政書來對這方面來做檢討 來加強來檢討 現在大概做了到保錦啦 保錦情務比較多啦 因為他專職大概就是安全的巡邏嘛 其他的齁 我們的計程訓練都很辛苦的啦 不可以担不可以拆啊 根本 所以長官要把他的一些時間集中 第一個犧牲的進來 以前都犧牲這種 設計訓練 其實相反啦 設計訓練這個很重要啊 保護 保護人民啊 保護警察自己啊 阿建哥我們都被這個 這個我們來檢討 我們請經政書來做相關的檢討 我們請部長和署長重視這個問題